他會有些參數 你又給他應該要的參數 至於傳哪些參數他會有些說明 底下的說明你就照說明 這樣來給他他要的東西的話 基本上 也不會太困難 有沒有 因為他原理原則都一樣 只是 他的 方法 要的參數不同 你要看他 比如說 我剛有舉個例子 Show Message Dialogue 他會有三個一模一樣的方法 那差異是說有傳一個參數的 三個參數的 五個參數的 那如果你傳不一樣的參數 你如果選那個 傳幾個參數 你就去給他他應該要的參數 那參數 他也會告訴你說 你要傳哪一種 資料形態的參數給他 你不能說今天他要一個字串 結果你給他一個什麼 一個 一個整數之類的 那當然就會 Error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其實我覺得不難去 去理解 而且你也不要說心胸那麼大 什麼都要懂 其實什麼都不可能 什麼都要懂 其實什麼都不會懂 最重要就是掌握那個要訣 比如說他基本原理原則 我們現在上的這些回圈的部分 你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比 一定要 像這個 回文判斷裡面 其實各位可以想到的 就是 運用什麼 運用 像我們 邏輯判斷 你要比 比對 然後像剛剛講的那個字串的 那方法 比如說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反向 有一點 把它相反過來的 這個方法 reverse 你可以把它轉向之後 再來做 字串的 比對 然後判斷 另外第二題就是什麼 直角三角形列印 剛剛我們是 我們也是 直角三角形 那其實這一題有點類似 你怎麼樣可以用回圈的方式 把最後的結果 列印出來 另外第三個 應該是直數計算 那什麼叫直數呢 各位應該也都知道吧 直數 直數就是 除了自己本身 除了1 和自己本身以外 不能被其他數 整除的 就叫做直數 比如說什麼 3是不是直數 9是不是直數 17是不是直數 21是不是直數 當然他考試的那個 UI跟那個 程式語言是用VB 用basic語言 可是其實基本上 原理原則他差不多 也是要input 一個東西 那input的是 從 好像test file裡面讀取 反正無所謂 那你也是一樣可以 寫一個 像我們後面一個sample 也是一樣 也是 判斷直數 input的一個值 出來告訴我是不是直數 像這個範例 你有沒有辦法 很短時間寫出來 說不定你們去面試 筆試的時候 第一關也許 人家就考你這個題目 也有可能 反正 什麼都有 什麼方式都是 有可能 那另外就是 BMI計算 BMI我想應該 各位都知道 就是 計算那個 公式非常簡單 就是 身高的平方 公尺 除以什麼 除以體重 好像是這樣 然後出來會有個值吧 身高 的平方 對 身高的平方 除以體重 會有個值 那就是你 BMI值 BMI值 有個range 在某個range 裡面 算是真標準 然後過輕過重 它會有個判斷 然後矩陣相加 等等的 這個我想各位有興趣的話 自己看一下 那 第一站通過 就第二站 反正兩站 那其實說真的 這考試還真的 雖然他是秉級 可是難度說真的 還是 不太容易 因為光第一站 可能就刷掉一半了 可能你們比如說 這麼多人去考 第一站 剩下第二站 可能剩一小撮人而已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各位或許 也可以把它當個目標 如果你沒有太多的目標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當成是 一個 學習的方式 那雖然basic語言 那